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的DP 这不是DPC 是这个 Major Major特警赛 这个是斯特格尔摩特警赛 那也是今年这正式举办的第一个Major 那由于疫情的缘故呢 所以第一个之前原定计划的第一个Major是取消了 改为了各个赛区的一个季后赛 那么在第二个Major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比赛里边 中国队仍然因为疫情的缘故 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 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说了 这个只有中国得搞特殊啊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即便国外很多的战队都去参加比赛了 但也是各种各样的签证下不来 或者各种各样的政策 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导致没有办法满园去参赛 所以很多队伍也都是找了很多的替补 才能够去赶到现场来参加这些比赛 那他的比赛的赛制呢 一共是十场是有十天 赛制的话是小组积分赛 小组积分赛呢 是分为两个小组 然后呢 小组积分赛都是BOR的比赛 然后呢 再去打一个双败制的淘汰赛 那现在给大家现在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来自于EG对战 TE的 积分赛BOR第一场 感谢一下菊花盛开的日子大佬的毕克拉 还有各位大佬的牛蛙泡泡糖 感谢DIDASH大佬的十个打call 谢谢老板 那这场比赛EG的阵容一上了就逃出来了猫加上TB啊 然后拿出了三号位的沙王 在最后一手 先知加上双动龙的双酿油 而T战队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选择了天安默克加末日 然后第三手拿了维萨吉 第四手拿了紫毛 也就是说目前除了天安默克肯定是一个酱油之外 剩下的这哥几个的位置 我猜测是大哥位的末日 三号位的维萨吉和中单的紫毛 也有可能啊 这边我刚还没说完 我还刚想说 有可能在最后一手拿一个一号位出来 然后给这个末日放到四号位 然后把天安默克放到五号位 然后三号位的维萨吉应该不会变 维萨吉的位置是肯定不会变的 因为维萨吉是在这个里边 唯一一个全队只有三三会用的英雄 那最终他们选择是拿出了骷髅王 作为一号位的大哥 然后中单是给奈拿了一个紫毛 紫毛对了猫 然后三三这边的维萨吉 他说紫毛这个英雄对吧 我一看见紫毛我就忍不住要吐槽他 这个英雄比赛里面经常会有人选 但是他的胜率真的挺一般的 但是三号位三三的这个维萨吉比较可靠 这两支战队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因为北美赛区的比赛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关注了 然后从而且再加上北美赛区整个 他就有点有点弱 就是这个赛区整个就不行 他是真的很弱的一个赛区 再加上1G的全队的选手 他只有一个RTZ是来自于加拿大 算是北美地区的 其他的都不是北美地区的 有哪是芬兰的 有丹麦的 然后有这个 像还有床神是东南亚的 然后那三号位Nightfall是俄罗斯的 他等于实际上是类似于一个就是国际纵队 他说是一个北美的队伍 但其实他没有什么北美的选手 跟当年那种就是有 大部分人来自于北美自己的队伍 那些GEG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话说这样比赛T的这个阵容感觉有点贪 因为钱确实有点不太够刷的 当然这场比赛 由于他们是一个4号位Saxa的这个骷髅王 然后在4号位Saxa的这个末日 然后再加上一个 1号位的骷髅王 所以整个的团战 这个CD问题 大招的这个CD问题 可能会成为 制走这个 T整个比赛节奏的一个东西 当然EG这边呢 主要依赖的就是TB的一个变身了 杀王的大招TB的变身 蓝猫的话主要就是看蓝量 这里一上来 这一上来先排一个眼啊 这一上来这个眼 可以可以可以 能看得出来这个9的状态不错啊 状态不错 这一上来就先给我们表演了一波抽筋 是吧 两边都弹了 EG的这个阵容还好 EG这个阵容 因为先知作为一个辅助位的话 他其实可以不要什么经济 而且他刷的大部分的经济 这个东西 大部分的这个经济 都是队友刷不到的一个东西 大叔BC被OG捶了 正常 这个我觉得倒是正常实力的差距 BC毕竟是南美战队嘛 南美战队目前的实力 就是他们属于在国际的这个比赛上面 整个赛区的这个竞争力 是比北美还要更弱一点点 所以他确实弱 Raid的先知 这场比赛一上来 先就保这个RTC 打对方的一个死灵龙 加上末日 然后上路这块呢 是天安默克的 天安默克去跑一个 这个蓝猫 这不会被单杀吧 还好 现在两边都是一级 这边蓝猫先升到了二级 有超补合了 这个蓝猫一上来 被紫猫给打成这个样子 确实有点离谱了 这个残阴没拉住 有点可惜 这个残阴拉住了 有机会能杀的 因为对方杀热的先灵火 已经吃了 他在吃掉先灵火 没有中残阴的情况下 这个血量这么低 如果是对方有这个 就是拉住了的话 跟上去给上一个平A 然后在这个残阴结束之后 再给一个平A 差不多伤害就可以杀了 感谢Flop大老的打call 11月的小白的舰长 欢迎11月的小白老板上剑 和五个逼克拉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这是上剑的同时 还给了我一波小费 谢谢老板 摸摸大 三三这块 被对方给上一套技能 以后 这个小树人的伤害有点高 萨子在这里 仗着自己的焦土 还在追 想烫死对手 漂亮 对方这个吃树晚了一点点 上路这块也是成功的拿到了 对手 Nightfall的一个杀王的人头 这样的话 开局 T一上来 是拿到对方两个人头 而且Nightfall这里 虽然是被自杀了 但是发了一波 运到的 这个语音 发了一个语音轮盘 来去提振一下士气 中路蓝猫 这里是堆一波兵 所以现在在捕刀方面 还是占了一些优势 不过蓝猫打紫猫 本来也占优势 这个 它跟火猫不一样 火猫打这个蓝猫的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 火猫它被加强了很多嘛 它打蓝猫的话 不会吃亏了 或者说不会吃亏那么严重 但是紫猫并没有什么进步 紫猫它并在 在对线期并没有被加强 萨克斯的末日 现在是吃到了一个 运气非常不错 吃到了一个这个 蓝胖子 可以给自己去加冰甲 上路这块又是一个锤 加墨勇 然后这块是有真实视野的 Skater的血量有点低 杀王身上的蓝量很充裕 这里再给一个冰火交加 Skater这里再等自己的暴击 它没加嘛 好像没加 这样Skater在上路这边 好在对手的杀王是没有穿刺 它只有一个杀人暴 加上一个被动的捕食毒 所以没有机会去击杀对手 有点可惜 Jerax的双头龙 Jerax的双头龙在上路去保这个杀王 目前杀王的刀还是很不错的 还是优势很大的 感谢这位大佬 X的大佬 谢谢老板 看看这里 Skater的血量有点低 但是双头龙这边也没有蓝了 没有技能了也 开局打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在对线期下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3的维萨吉已经是崩盘了 因为他现在对手的TV手里钻着11个反骨 然后先知的这个树人前期去A这个死灵龙 死灵龙是有点扛不住的 因为死灵龙这个英雄属于是一个 就是他的护甲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英雄 非常非常低的一个英雄 所以他在前期面对对手 这种树人过来合击自己的时候 再加上也是一远程英雄 没有格挡 这个树人打他太疼了 树人这个东西打近战英雄的时候 体感没有特别明显 但是打那种低护甲的远程英雄的时候 特别疼 蓝猫现在是30-4 中单9的子猫是20 2-2 团队经济现在仗着12血 还是领先一些 这里给上一发灵魂超度 这差一点点啊 Cray的这个血量 末日手里边已经是没有焦土了 所以这波没有办法去追进去 但是先知也得赶紧回家 那TV回家补给一下 然后再传回来 这波没杀真的是太可惜了 因为没杀掉的话 对方的先知是可以利用极短的一个时间 就可以补满状态回到战场的 这里残阴拉一手 并没有人过来卡这个蓝猫的6级游走 那这场比赛蓝猫可以顺利的到6 顺利到6级 33的维萨吉 这波感觉很危险 末日开始焦土过来 这里转身一发灵魂超度 有没有机会打出第二发 有没有机会 好像有 好像是有 给视野 漂亮 这波成功的带走以后 还有第三发 没有 好像蓝不够 33这波蓝不够了 灵魂超度这个技能 虽然CD极短 伤害很高 但是它的耗蓝是很高的 这个技能在前击的耗蓝 非常非常高 所以对于像维萨吉来说 它前击经济会出现蓝不够 死猫在中路现在的发育还凑合 看这里给上一个墨勇 能炸到 能炸到 但是能不能杀呢 伤害够不够 一刀暴击 敌命之别 两轮和街还差一线 这里嗑大药 nice 这里应该要再等一下 这边是直接被骷髅王的锤子烧死了 最后 还行 还行 这波是被锤子加上 这个骷髅兵的追杀 直接给带走了 那么这一波呢 T在上路是把自己所有的输出 彻底打光 清空这个弹架 前线来报 BC被OG锤爆了 30分钟停推 BC1比0 南美赛区现在的竞争力 确实是比较弱的 南美比北美还要弱 北美现在基本上是全世界 就是如果不算南美的话 那北美赛区已经是最弱赛区了 但是南美比他们还要弱 所以这个竞争力确实要弱 弱弱的有点多了 这边紫猫第一波刮沙走 你再上来的话 这个紫猫还有一个刮沙 这里蓝猫 抢神佛 没抢到 被这个紫猫给碰住了 这里没有蓝了 没有蓝了 但是紫猫的技能也都用光了 这波追不上对手的蓝猫 不过蓝猫没有抢到 这个神服的血亏 这波真的是血亏 他亏得有点严重 这个蓝猫 这样骷髅王在上路 正常补刀发育的情况下 还拿到了足够多的人头 现在的经济排在全场第一 紫猫在中路 虽然补刀在前期 并没有占到便宜 但是他的补刀质量 看来是很高的 这里漂亮 紫猫这波 仗着自己的双倍刮沙 加上一个残烟 拉住一个攻击外冲 直接秒掉了长城的蓝猫 这样蓝猫的经济 目前排在全场的第六位 甚至比对方的四号位 末日 只多了三百块钱 这个差距就有点大了 这里刮上来 给上沉默 末日跟过来以后 给一个炎刃吸引仇恨 紫猫不着急啊 这波紫猫不着急 不要去吸引防御塔的输出 往回撤一下 这波打完以后 人都是7比0 蓝猫飞过来 想抓紫猫 一画往右下角拐一下 你再敢上了 你就回不去了 哎呦 这个传神 这个蓝猫 这么拼的吗 你这上来回的去吗 有沉默没有 没有蓝 没有蓝 这里耐再跑一下 这里传神 彻底把蓝清空 完了 这回起也清空了自己的弹夹 给命运之笔给上去 末日还在追 不过没有焦土 这波没有杀掉 还行 还行 这波真的就是对手 这两个人完全没有蓝 天下莫克 但分蓝多一点 哪怕有个芒果 这波那蓝猫都回不去了 甚至他可能杀不掉 对方的子猫 因为他这波是在满蓝的情况下 把对方一个残血的子猫 一直追到自己空蓝 才勉强追死 这波可以 这波真不容易 这波得回来真的不容易 但是代价很大 因为他自己等于 把状态已经打空了 对方的子猫回来了以后 现在 也行吧 好歹是 好歹是算是 开了个招 要不然全队打了8分钟 让对方开了个7比0的头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 感谢唐豆 唐豆 唐豆大佬的 毕克拉和小花花 谢谢老板 两比赛目前8分钟 差2000的精解 9的子猫 这身上的装备 蓝猫走的还是一个三挂件 然后不出血 准备出四第四个挂件的一个路线 那子猫身上的话 是一个挂件 一个平的 直接裸飞血 还是你敢玩啊 还是你敢玩啊 目前对方经济比较好的 只有一个沙王 待会儿只能看沙王 能不能把节奏带起来了 维萨吉在下路 拥有了庸兽以后 现在的发育 也是对手拦不住了 而且前击TB跟先知 虽然能够压制 这个维萨吉的血量 但一直没有完成 有效的击杀 相反倒是被对手的焦土 去快速的帮维萨吉 跌层 然后维萨吉利用自己的 离婚超度 拿到好几个人头 这个比赛打先薛的话 EG就真的会很难了 所有的节奏压力 都要压到这个跳刀杀王身上 不过跳刀杀王 加上一个蓝猫 倒是能把比赛给打回来 就看对方的应对了 这里给上一个墨勇 不往前跟了 这个地方不知道 对方后边还有多少人 所以没有选择往上跟 很冷静 Skater这波这个骷髅王很冷静 顺带一提 Skater这个选手 他的骷髅王在 跑去中国赛局不算的话 他的骷髅王在全世界范围内 也算是打得非常非常不错 他的小狗和骷髅王 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英雄 感谢Renee大佬的 请开始表演 谢谢老板 感谢老板 今天有毛球吗 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 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 看一下 T必须是提速打 不能让TB刷 这场比赛 T这个阵容 它的阵容本身是一个 就是中单子猫吧 中单子猫 在三号位的维萨吉 它本身的节奏 就是一个快节奏阵容 EG这边反而要面对的 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对方这个阵容 推塔打盾和抓人都很强 团战的时候 对于你的核心点 也有足够强的一个克制能力 因此 其实这场比赛 就是T1按照他们阵容的 一个特点 正常打就可以了 不需要刻意的去提速 骷髅王留住 Credor的先知 直接被Skader里边单杀掉 而且Skader刚才这个位置 在保证自己的一个走位方面 保证非常非常的好 一直贴着对手 没有让对方拉开 跟自己的距离 那开局了十分钟 已经拉开到了5000加的 一个团队经济差 EG这场比赛 如果EG打个T 被T爆成这个程度的话 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说实话 因为T1目前在西欧赛区 他们只能说 就是他在西欧赛区 算是一个强队 但是EG是北美的门面 一上来就把你这个门面 给你摘了 按在地下踩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的 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因为毕竟你要知道 在T1身后 西欧赛区 还有GG战队 还有OG战队 还有Liquid战队 这些战队 都是有进行力的 队员33被对方打一套 临死之前把伤害打出来 骷髅落地以后 给这个技能并没有中 让33的节奏被断一波 乘乘拿一个人头 还行 Jerrox这个地方 又是烫死了 对手Sneaking的一个天安波克 这波还行 这波打回来一些 这波确实都要打回来一些 秘密没来吗 秘密不配 秘密不配 秘密现在太菜了 秘密现在这个队伍是一个 我这么说吧 就是你把现在的秘密拉到中国战队 拉到中国来 他只能打A级联赛 秘密现在太菜了 这个队伍 给上这个地方 沙龙这里给上一个穿色 看看沙龙这边末日还在留技能 末日这个大招一直是攥着没有放 一直是当做一种威慑 没有用 感谢老板的晴空彩虹 感谢这个 Wintness韩大佬的晴空彩虹 谢谢老板 感谢人心疯老板的五个逼克拉 谢谢各位老板 谢谢各位老板支持 谢谢各位老板支持 欧洲IG吗 就是 不 欧洲IG是Nigma 欧洲IG是Nigma 不是Secret Secret是 是真的很 很迷 现在打的 所以秘密出啥问题了 秘密换人了呀 秘密换了好多人啊 他的这个 变弱完完全全是因为 换人导致 感谢被勾 罕见 气晕 大佬的 比克拉 谢谢老板 秘密有谁 秘密现在 苏妙和三大兵 苏妙和三大兵 被换到了秘密 秘密是纯粹换人 把自己又换崩了 所以他们还不跟这个 就是COIG还不太一样 那说这两年中国区实力 是不是比起WINS那年强的 从中国队整体的实力来说的话 我很负责的说 WINS那一年中国整体的实力是最大的 好这边看一下 末日 末日这波留住 骷髅王这个锤 没着急放 一直在忍 交到对方的杀王身上 然后这里 一个流氓超渡下来 第一个坐 第二个坐 秒了对手的杀王 杀王没了以后 EG这个团战打不了 现在EG只要杀王一死 所有的人都得跑 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去接团 必须得马上跑 这里子猫 飞鞋 第一波出来 炸晕 骷髅王给一个锤定住 子猫 共用脉冲 接残烟 异化 崩出来 直接拿到人头 nice 直接带路 这波直接带路 感谢三巨头 之类大佬 30个条 感谢无名有名老板的 15个毕克拉 老板大气 谢谢老板 给老板比个奶心 感谢山下的女人 像老虎 大佬的毕克拉 谢谢老板 感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一上来就这么捧场 谢谢大家 给各位老板 比一个奶心 第16那一年 就是中国战队 整体的成绩 是最差的一年 其实 就是整体成绩 几乎是最差的一年 只有就是 Wins一个独苗 那一年 其他的中国战队 成绩都挺一般的 我记得 看看这波骷髅王 一个锤 锤上去 末日这里 提前给上一个冰甲 这个框框的不错 但是Skater这边 砍出砍得很快 这里追出来 一刀 两刀 还是被三次 这边给胖死了 第二刀没砍出来 这种蓝猫飞过来 第一时间没有撞到 那这个后续的伤害 可能就不够了 第一下砸过来 这个伤害很重要 有没有人支援 队友全来了 这波三三可能会死 但是你们所有的人 都跑不了 复魂双尘末 这个地方再加一个末勇 炸晕蓝猫 骷髅王赶过来 准备一刀 甚至锤都不用 直接把锤留给里边的沙王 沙王这里一个穿侧 往左边走 但是紫猫应该还有一个技能 nice 手里边的残阴 之前已经拉过了 但是骷髅王的锤 CD应该快串好了 绕了一圈 再往上追 炸晕 一个平A爆击 直接送走对方 niceball的沙王 打完这波以后 人都是14比5 不过对于EG来说 好消息是 这么长时间了 对方的团队经济 没有拉开 那么这个是一个 比较值得欣慰的消息 也就是说他们那边的经济 团队的经济增长速度 跟对方是持平的 秘密现在听说到的小道消息 是要开了跳跳 换NT的一号位 呃 cressorice 呃 换NT的一号位 他问题不在这儿啊 他得换三号位啊 这些先知 又是被对方抓到 直接一号 崩出来带走 仨在这里 人头直接让了 什么技能都不改了 就站在旁边 开始焦土烫一烫 然后把血量烫到里头 让9的这个一号 直接崩死对手 又黑我三大兵 我没 我不黑三大兵啊 就我真的不黑 了解我的观众 或者咱们时间长的观众 都知道 我其实很喜欢三大兵 我真的非常喜欢 三大兵这个选手 但是现在的三大兵 他的年纪 和他近 现在的这个 就是能够保持的 一个竞技状态 以及 呃 匹配现在的这个 版本节奏来说 确实不适合 我只能 只能说就是 确实不适合 就如果说 现在这个版本 是一个三号位 非常偏发育的 版本的话 那么三大兵 绝对值得一用 他绝对可以 在一线队伍里面 是大光明光光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三号位 是个节奏版本 没有办法 去玩那种 就是战线 发育型的版本 这个没办法 好看一下 双头龙 刘兽 直接一段 就是脉冲带走 团队经济 杀目前是6000块 TP的经济 追的很快啊 TP这段时间 他的经济 只是稳定在 全场第三位 在整个地图 被对方追着 打的情况下 他能够把自己的 经济刷成这样 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 感谢山下的女人 像老虎 老板又赠送了 四个必克拉 谢谢老板 谢谢感谢 这个天歌是谁 天歌是RTZ RTZ 好 中路这里 留住沙王 沙王结果被断 那这样比赛 EG应该也跟 上一场比赛的 南美的BC 可能差不多 我估计他们可能 情况差不多 应该30分钟左右 就GG了 因为目前 他们的TP 虽然经济 还说得过去 但是整个地图的 控制范围 他们现在是控制不到 整个地图的关键点呢 就是所有的交通要道 全都被 TE这边 给 恶守住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重点的交通要道 就是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现在完完全全 是在TE的手里面 去控制着 那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 TE可以随便去挑选 他们的进攻路线 可以去 进 可以去推你的塔 退 我可以去防守 我的中路一塔 注意中路一塔还在 然后呢 以中路一塔为支点的话 这个肉扇就很好打 所以现在 整个地图上的交通要道 都在TE手里面 控制这些地方的话 EG能够去刷钱的空间 就被切了四分五裂 现在EG能够去刷钱的空间 就只有自己家 劣势路的三角缺 还得有人给放哨 然后再加上 对方优势路野区 约这一组野和这一组野 就只有这两片野 然后再加上自己家的三角区 和上路一小部分的区域 目前是他们可以去刷钱的 也就是完全要避开对手的 这个中路 你看这个区一旦站了以后 我又来了 你看整个TE现在 把这个地方站住了以后 EG完全没有地方刷钱了 他们现在这个 先知的经济还可以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出去代谢 吸引对方回房 来给这个TE去增加 一个刷钱的空间 这边中路的二塔 这个中路二塔 直接被拆掉 中路二塔也被拔了的话 可以打 这样的话 这个紫猫 算是都是山盾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 正面团还是接不了 紫猫直接飞鞋到下落 看看这场比赛 要不要考虑再多一个飞鞋 这场比赛 感觉再多一个飞鞋 或者是等到 维萨吉的下一个 这边蓝猫出来 打骷髅王 不是个赵吧 蓝猫BKB第一波 出来以后 这边骷髅 我去 这骷髅秀了一波 第一时间没死 走吧 兄弟们 这波还要强杀 杀一个骷髅王 骷髅王这边开屁张 要被打死吧 来不及切 但是蓝猫能回得去吗 蓝猫回不去 TB的冰眼第一波 打的效果还不错 拼掉了对手 骷髅王两条命 代价是几方的蓝猫 加上杀王 加上蓝猫的BKB第一波 加上这个 TB的冰眼第一波 塞克赛这个地方 跳刀追过来 严刃加木 勇炸出来 命运之笔给上去 后塞克赛这边 被留住TB 上来 A死对手 塞克赛 子猫刚刚赶到战场 莫勇过来 残鹰拉住 直接炸死 带走对方天哥的TB 这一波团战 最终1G还是一个雪崩 而且这波打完了以后 对方甚至可以考虑去 没有上高 没有想要去上高 那就接着去发育 子猫刚才 因为是刚刚飞鞋 到下路去带线 然后上路这边打起来 所以9第一时间 不在战场 如果他第一时间 在正天战场的话 1G这波是不会打的 他会直接撤 根本不会打 因为如果他们敢打的话 就是一波五人团面 或者至少是四人团面 这末日这么追的 TB还有变身的 末日这场比赛 他是一个四号位 他不值钱 烂命一条 不值钱 所以他只要能留住 让对手回头 让对手不要第一时间 往回撤 等到自己的子猫过来 就可以了 他的任务 就是上去用命 留对面大哥 就这么简单 只要他能留住对手的 这个大哥位 哪怕他留住 对方的方式 是骂对面 然后让对面回头 都是可以的 这波直接上来 想再杀一回 这个骷髅王 但是后排被断了 杀王的节奏 这个位置被断掉 蓝猫也被控住 直接秒杀 这个蓝猫的BKB 没开 蓝猫的BKB 第一时间不会 没拿出来吧 这个大佬 我看一下 这老板的BKB 为啥是灰色的呀 我回看 我回看一下 我必须得回看一下 我看一下 那个蓝猫 什么情况 那个BKB 完了 大哥买的这个BKB 是个假货 这边被 哦 被骷髅王直接跳过来 给了一锤 好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正面 没有蓝猫 那就无所谓了 这没有蓝猫的话 这个正面 杀王蓝猫都不在 等于没空 完全没有空 TB被对方充脸的时候 连反打的能力都没有 紫猫这里被定一下 就是直接墨猫给上 看一下 应该已经是有魔精的墨猫 果然 已经有魔精了 那这个墨猫 就可以当做一个保人技能了 希望中国队打西欧独脸体 不要像EG一样 这个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EG这个战队的实力 BKB现在跟中国战队的实力 他 这个 这边没有扎到 有点可惜 所以为什么BKB是灰的 应该是观战bug 应该是观战bug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应该是观战bug EG为什么这么拉了 北美赛区整个赛区的竞争力太弱了 所以没办法 就如果一个赛区的整体实力很弱的话 是很难去出强队的 基数在这摆 中国乒乓就跟中国乒乓球一样 中国乒乓球是为什么厉害 对吧 你到公园里边 一帮六七十的老大爷 还跟那儿 还打乒乓球呢 还打的都随便上来 一个大爷能打三个五 对不对 人口基数 从业人员基数和平均的实力 整体实力太强了 北美赛区现在真不行 好 好 好 我没了 好 我看我吗 我看我吗 Dyer的最高的档子是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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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蓝猫山上的装备是走了一个五挂件 然后直接五挂件加BKB 下一个装备出为一杖的一个路线 这个出装方式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 它不是这个出装方式不好用 只是单纯的他们这支战队整体的实力 打不过对手而已 这边酷狼上来一刀直接秒掉 下一个骷髅山上是相位必章暗灭加一个跳刀 然后正在做BKB TB的经济12600块 但是对方的紫猫有14700啊 这个紫猫的经济这么好 有点过分 紫猫这个英雄 他的刷钱其实就如果你愿意去刷的话 他刷的其实很坏的 因为他的这个异化和共鸣脉冲这两个技能 在加上天赋以后 就15级天赋以后的共鸣脉冲伤害 是可以正好清掉一波兵 哎哟 狐狼这里第一招定住 这里也祈愿给上 蓝猫飞一下 直接再飞回来 直接飞加PP回去了 但是BKB也就用了 先知这个时候开始去利用自己的树人带线 恶心对面 魔精树人带线恶心人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也就只能是简简单单的 就恶心一下对手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压力能给了对手 但是说怎么看 亚托洛采访表示除了中国前三的队伍 别的他都没兴趣交手 这个不知道 毕竟Ti冠军C 怎么说我没资格评论 不太了解 肉山这个位置 肉山打完 后来我们把魔精掏出来 把魔精自己吃 看来是打算自己吃 下路的高几塔被对方给磨掉 磨掉了以后 现在对于Ti来说 需要的就是赶紧先推掉对方一路 现在其实对于Ti来说非常简单 就是你不要去管对方的先知 是不是要给你换一路 这边这个末日感觉有点残 但是末日BKB了 我的天 酱油末日BKB了 已经死猫这里再刮回来 强留对手的沙王 这个沙王开始BKB 往回走还是没走掉 被9的子猫一顿疯狂追击 天哥的TP在另外一侧 直接一张TP亮起来 对方没有留人的技能了 这个时候就对于Ti来说 就不计代价 我先破你一路 知道吧 先破一路 破完一路以后 然后呢 对方不是给你换了一路吗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你五个人直接抱着他 换掉你那一路 再去推就完事了 因为这个时候 对方已经被破一路的情况下 对方一定要有一路要守 然后对方如果再去带另外一路的话 这个风险会非常大 因为如果你继续去带另外一路的结果 大概率会变成一个 对方直接在另外一路捅到你基地上 Cred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眼 还是打算继续去偷对方的下路高地 继续去偷对方下路高地 就觉得一级今年这个阵容 相比去年差距也不是很大 这边直接是留住对手的 紫毛留住对手的先知 然后下路这里直接就冲了 因为现在优势太大了 装备优势太大了 直接平推就完了 连破两路可以 就根本不需要去防守什么之类的事情 狼猫这边飞出来清一下兵线 给自己的防御卡弄一个突然保护 这是要翻吗 不可能翻 翻是不可能翻的 这种局 TE就如果你给TE惹急了 TE就直接一波直接捅起地了 我连兵力用都不拆 我拆完了你防卫塔 我直接就冲进基地了 因为我打你基地 你扛不住我现在这个阶段 但是TE这边选择的是 尽量采取一个相对更加稳妥的一个方式 准备 9这个地方是藏在这个树林里面 再找 看到先知活了以后再找 这根这个眼一直没有人反 先知得跑到上路过来 末日 炎刃给上 Nice 留住 这边可以的被带走了 临死之间再A一点防御塔 紫毛直接异化崩出来 快速清一下这些小树人 两个大树人要打掉 大树人有点结实 下路高地已经高破了 已经高破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只需要把这个上路的兵线再带过去 或者直接从中路推出来就行 对方的先知这种肯定他是要去抓人的 他的目的肯定是过来去抓人的 这里紫毛过来 打一波 但是紫毛这个时候并没有BKB 蓝猫连着飞 一张TP亮出来 成城车队了 还行 这边撤回来了 哦 感谢老板的5加1拿场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这边沙王给上路的双刺 上来 狗王被定住 自魂 双沉默 给出去以后 这个位置交到第一条命 紫毛异化直接先撤一下狗王 第二条冰站起来以后 BKB开起来 让RTZ在6C的冰眼在流 但是其他的队友 完全给不到输桌 控制紫毛冲上来以后 趁着你的BKB结束 炸晕 沙王穿刺反打 TP这个地方 能不能带走他第一条命 带走了 双头龙被对方给拼掉了以后 这个时候骷髅王没有第二条命 不敢上 紫毛站起来以后 直接一个残鹰拉住 异化绷出来 三三再给上一发灵魂超度 蓝猫再往外飞 还想再留人 不过好像有点留不住了 留不住了 TP的变身也要到时间了 这个时候 再打一会 TP变身到时间了 正面这个作战还是打不了 因为骷髅王的下一条命 他要20秒 而这20秒过去以后 正好是TP变身结束 TP还是可以打 这波还是可以随便打 紫毛山上将比赛 没有做BKB 做的直接是A档加零东心 加上法城刀刀 加一个飞鞋 这边跳楼进来 留住TP TP山上并没有BKB 这波被对方连控 直接秒杀 来自换鞋 带走 抬走的这个TP 53秒钟 32分半 应该可以G 应该可以G了 庞神可能还会再 飞出来轻两波冰线 但是也就这样了 应该不会再 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了 哎呦 漂亮了 猫这一个折反 这也漂亮了 33在另外一侧 拆了对方的建筑物以后 一把零红超过 收到这样子的双车龙 杀王过来 给上一个 从杀子 赶紧穿刺走人 那么 白亚塔拔掉 直接拆地地 打除了GG 这样恭喜提议 在双方BO3第一场比赛 而说BO2的击分赛 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轻松愉快拿下一场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 就先给大家录制 到这里结束 咱们双手休息 一会带来双方BO2的 第二场比赛 我是赞王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和直播的话 不要忘了收藏 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的直播间 会给大家 插播一下 其他场子的比赛 录播的观众 我们静待下一场 感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